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碰过的事情 是一个可能影响到国家主权会被吃掉的问题 所以当时英国他才办了一个公投 让人民来决定是不是要加入欧盟 那么其实在各国来看公投都有很多限制的 因为公投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变成民粹的工具 比如说像是当年的希特勒 他就是透过完全人民选举的方式 结果创建出了纳粹独裁这样的一个政权 因此各个国家对公投都有很多限制 比如说攸关这个可能领土变更的案子 那么攸关宪法变更的案子 必须要如何如何不能够随便的启动 以及就是说发动公投本身 必须从人民来发动 或者是立法院来发动 那么很少是由总统来发动 由行政权来发动的 那么当时陈水扁搞的公投 就是他自己用总统的身份来发动 也因此那个时候大家觉得陈水扁搞的公投是非常危险 可是我又听很多人讲说 希望尤其是民进党说 好像希望把这所谓的公投的门槛给降低 因为这样子好像大家更容易用公投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全民的一个期望 愿望跟一个期许 有这样说法吗 我不清楚民进党他所谓的门槛降低是怎么样 因为据我了解当初这个蔡同龙版的公投 所谓台独公投嘛 结果是民进党自己退缩说 不敢立这个公投法啊 怕这个台独公投如果惩罚了之后 会很危险啊 是民进党自己退缩的啊 所以我不太懂民进党的所谓门槛降低是什么意思 所以公投并不是一个很好随便可以用的一个东西 应该这样讲 我们今天台湾没有真正的公投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公投 都跟我们的公共政策没有关系 全部是选取到了意识形态的操作工具 你如果今天比如说 打个比方 我们台湾未来对于某某公共政策 比如说公车要不要增加路线 或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问题来进行公投 比如说议员没有帮我们做 立法院没有帮我们弄 那人民要来创建这样的制度去公投 这是跟老百姓有关的事情来做公投 那你对于这个统独议题 随便碰公投 这是个相当需要技术性的 的一个攸关国家外交国防安全的问题 如果说什么都公投 那选总统干嘛 那要这个陆委会干嘛 要国安会干嘛 有这么一大批的这个谈判高手在那边 要做什么 我们忘记注写写 deeply 我们��欠缩下个小时 就是酒 刚才是红颜色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